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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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把目光聚焦在PFC的内部 主要是研究内部的这个local circuit 并且有一个highlight 就是他们首次在free moving的animal上 用双光子盖成像的方式 加上optogenetics 研究了不同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 那么下面我们就请超义给我们来介绍这个工作 好 呃 大家能听到吗 呃 谢谢刘师兄的一个介绍 呃 大家好 我是来自这张大学收脑中心 胡二元教授的博士生张超义 然后非常感谢刘鼎师兄的邀请 让我有机会在脑文言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跟大家探讨我的研究工作 好 我的研究主要关注于社会竞争过程中 内测前额叶皮肠MPFC 是如何参与并影响社会竞争中的行为表现 呃 类似的一幕 大家应该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都经常见到 我们一眼就能判断出他们之间谁强谁弱 左边的一看就像是一个boss 然后右边的是support limit 当上级和下属因为某件事情抢心争执时 他们的行为表现和生理状态都会有明显的不同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呢 原因是他们之间存在一个等级关系 社会等级现象在自然界中非常的普遍 最开始是在1921年由Adder报道了鸡群里发现了一个packing order的现象 即鸡群里的等级高的鸡豹会有近似的优先权 如果有地位较低的鸡动物去食用 会被地位高的动物着咬 那后面的科学家在猴子蚂蚁小鼠以及鱼类动物上 也都观察到了社会等级现象 可以想象一个社会群体在生活中 无可避免的会在争夺各种资源时产生竞争 而竞争的结果决定了他们的社会等级 那高等级的个体就会获得更好的生存优势 而低等级的个体就会有更多的生存压力 更易得一些精神疾病等其他社会就是疾病风险 那社会等级现象的存在 可以减少种群内的耗散性冲突 有位于社会的稳定 及物种的繁衍 那实验室里我们如何去探究社会等级背后的神经机制呢 早在1961年 Lindsay等人发明了Tuber Test专管测试 来模拟小鼠的领地争斗行为 方法是将两只小鼠放入一个 只允许单只小鼠通过的透明塑料管 狭路相传容者圣 那会先推出管子的会被当做loser 而后出来的就是winner 我们实验室借鉴了这个方法 我们将四只小鼠 作为一个社会群体 通过量量比试 根据胜率来确定他们在群体中的社会等级 我们发现中暗测试具有很多优点 首先中暗测试 测然出的社会等级具有很高的传绩性 即A能赢B B能赢C 那A有95%的概率都能赢C 其次在中暗测试中 小鼠的等级具有一个稳定性 那为何验证TUBE TEST 能否准确的衡量小鼠的社会等级 我们右近与其他的行为范式进行个比较 比如争斗行为 食物争抢行为 领地标记行为 拔虚行为 以及求偶超生行为等 他们都跟TUBE TEST有较好的一个相关性 说明TUBE TEST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研究社会等级的一个行为范式 下一步我们就开始思考 社会等级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内在因素 身体的身体状况及心理健康状况 二是外在因素 所属的环境 包括周围的伙伴及对手 以及之前的一些交手经验 很明显社会等级是由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理系统 及外界环境共同决定的 那大脑又是如何调控如此复杂的行为的呢 根据之前的一些研究发现 内侧前二叶皮层MPFC跟社会等级 行为非常的相关 MPFC跟大脑多个区域有着丰富的互相投射 它也被认为是整合多种信息 下达行为输出的一个关键脑区 参与到了包括有点使用之前博士研究了 working memory 以及delation making action planning social interaction 等多种认知相关的行为 鉴于MPFA网络投射以及功能的复杂性 我们认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可能的潜在脑区 参与到社会等级的调控 那我们实验室后面对MPFA进行了药物异常的抑制 发现抑制小鼠MPFA之后能降低小鼠的社会等级 而当我们用光一传激活小鼠的MPFA成绩源时 我们发现在不改变小鼠机构力量的情况下 等级低的小鼠能在专量测试中取胜 变成高等级的鼠 在证明MPFA能双方的调控社会等级行为后 我们的下一步目标就是解析MPFA是如何调控社会竞争行为的 现在就进入到我目前这篇文章里面 就探究MPFA微环路在社会竞争中的反应及作用 那前面提到了内侧填AP层MPFA 存在的很多的上下游连接 控制的信息的流动 是大脑中类似一个CPU的一个脑区 如果我们把神经网络比作一个交通网络 那MPFA无疑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 那一个交通网络运行的通创需要红绿灯等交通指示灯 来更好的管理交通 那同样的在大脑的交通网络里面 也有几个类似于红绿灯的一些神经元 它们被称为中间神经元 一般是GABA能的抑制性神经元 常见的有VIP PV Thumb等 它们与脑中最主要的兴奋性追体神经元 组成微缓录 参与信息的处理和传记 以下我们就针对MPFA中的这四种神经元进行研究 首先我们想知道 这些MPFA中的不同神经元类群 是如何参与到社会等级的调控的 我们先选择MPFA中最主要的追体神经元 来进行光影传操纵 我们通过病毒工具 让MPF的追体神经元表达光明感通道的蛋白 被干碍的神经元接受光照后会被激活 然后让小鼠进行一个装感测试 如视频所示 左边 左边是Rank3的老鼠 它在没有光照的情况下输给了右 左边的Rank1老鼠 随后我们用光影传几乎Rank3老鼠的甜鹅叶的追体神经元 我们发现它在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没有退缩 它变得更加努力产生了更多的追击行为 最终获得了胜利 然后通过对视频的一个行为分析 我们发现几乎MPF的追体神经元老鼠的主动推击 包括抵抗等行为都有明显的增加 而后退行为有所减少 等级也随之提升 然后我们利用不同的转基因老鼠 通过光影传分别是几乎MPF中的PV和VIP行经元 观察小鼠在招览中的行为和等级的变化 我们发现几乎PV行经元之后 老鼠等级下降了 通过行为分析我们发现 下面的对手是 它更容易产生退缩 那种Push Resistance等积极应对行为都有所减少 而有趣的是 激活VIP行经元老鼠的等级上升了 行为分析显示 类似于激活追体神经元的效果 它老鼠的 催挤抵抗等积极应对行为有所增加 而Retray的后退行为有所减少 同样的操作我们去激活Farm神经元 发现八支里面只有两支发生的变化 统计不显著 总结一下激活PVR神经元和VIP神经元老鼠等级上升 而激活PV神经元等级下降 而激活Farm神经元电话者不显著 那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些中间神经元 在调控社会经济行为中的功能 我们后面想看看抑制这些中间神经元之后 对社会等级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采用了CNO药物遗传抑制的方法 我们先抑制个Farm神经元 抑制Farm神经元对小鼠的社会等级 仍然没有明显的变化 而当我们去抑制PV神经元之后 与光遗传激活PV相反 老鼠的社会等级上升了 通过行为显示 它表现出了更多迫使Rethexed等积极应对行为 而Rethexed退缩行为则有所减少 而当我们激活VIP之后 小鼠的社会等级 当我们抑制VIP行间之后 小鼠的社会等级下降 那种积极应对行为也有所减少 小鼠更容易出现退缩 这里总结一下我们所有的行为操纵结果 激活追体行经元 跟我们实验室17年激活整体MPFC的结果一致 等级上升 而操纵PV和VIP能双向的调控等级的变化 其中PV跟PYR的方向相反 而VIP与PYR神经元的方向一致 上升神经元对于社会竞争的调控则没有明显的作用 那实际上 追体神经元占了P型的80%左右 构成了信息流动的一个主干道 使得主要的信息处理功能 而中间神经元加在一起大概占了15% 我们认为它就像红绿灯调控的信息的流动 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 PV和VIP可能分别扮演着红灯和绿灯的角色 那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模型 我们希望看到发生社会竞争时 这些神经元是如何发放的 如果微环路真的像个红绿灯系统 我们想知道什么时候红灯亮 什么时候绿灯亮 为此我们将光纤记录系统引误到中览测试当中 我们首先在MPFA中表达概率指示器Gcamp 它能标记反映MPFA神经元的一个发放变化 然后进入tube test的过程中 MPFA神经元的整体发放变化 如视频所示 当右侧的小鼠面对低等级的对手 能够向前推挤时MPFA神经元火性显速提高 然后我们发现在小鼠后退的时候 PFA神经元的火性会有一个轻微的下降 然后我们又对MPFA神经元分别进行了 MPFA的其他神经元分别进行了光纤记录 我们发现 吹体神经元的发放在往前推的时候 神经元信号有明显的增加 而在后退的时候有轻微的下降 同MPFA整体网络相一致 而VIP神经元的发放在迫序时间前掀起来 在零点的时候差不多达到分值 而在违缺的时候出现下降 而最出乎我们意料的时候 PV神经元在Push和违缺的行为中 都出现了上升 通过对不同类群神经元盖信号变化 的一个分析 我们分别去统计了它的Change latency和Decate time 我们发现在Push行为时候 VIP神经元在零点前就开始发生了变化 随后紧跟着是PV和PVR神经元 这其实我们VIP神经元可能先发放 触发了整个微环物的信息加工 那联系到我们之前 昨晚测试中行为操纵的结果 我们猜测肯定是这些 微环物中的这些神经元相互影响 调控了整个MPFC网络的活性 从而影响了行为输出 那后面我们就想看一下 这些不同类群神经元类群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这是我们联系到了北京大学 全和平院士团队进行合作 他们开发的微型双光的行为镜 可以观察动物活动状态下 脑内神经元是如何变化的 如视频所示 我们在MPFC中注射 X-Sempton G-Camp 然后植物一毫米粗的Green Lens 透过Green Lens 我们可以看到皮层下1.2毫米 伸出MPFC神经元的发放 左侧是小鼠 带着微型显微镜的小鼠在进行中暖测试 然后右侧是记录到的前额叶神经元的一个反应 这个这个显微镜大概 重大概是3.5克左右 所以对于小鼠的行为 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小鼠能够进行一个非常好的cube test 那我们目前的在这个课题里面 我们主要还想看到PV神经元和PV VIP神经元对MPFC整体网络的调控 所以我们让他们升级一下系统 然后整合一个双色成像 就红绿双色成像 以及加入了一个光丽全超速的系统 然后我们通过在PVA注射两种病毒 然后一个是X-Snapson G-Camp 然后一个是DIO的 GEL TD Tomato 然后X-Snapson 能标记MPFC所有神经元 让它表达一个概率指示剂 就是附 ass burger 然后通过X Chong DIO DIO 的GEL T Tomato 我们能在特定的PVA神经元和VIP神经元上 表达一个抑制性的光敏感通胞蛋白 GEL GELS gewe的是一个红光敏感的抑制性 光敏感通胞蛋白 然后呃我们通过切换通道 可以看到视野里面呃哪些是PV神经人 哪些是VIP神经人 然后再切回到瑞射通道 我们可以看到激活这些呃激活这些PV神经人 或VIP神经人之后呃PV神经人和VIP神经人 自身的一个活性变化和他周围的其他神经人的一个活性变化 呃这这边这这左边是一个PV神经人的控制 我们发现呃光一传激活之后 其实对于呃整个视野里面的神经也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然后当我们激活呃PV神经人的饶鼠 我们发现PV神经人被叫很强的抑制 就图中这个是绿色通道看到的一个 就是MPFV所有神经 呃就视野里面MPFV神经人 然后这里是切换到红色通道 就这几颗应该是表应该是是PV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PV神经人在光照的时候会被呃叫成的抑制 然后其他神经人会有较多的激活 大概百分之十六的能PV神经人会被激活 然后MPFV整体网络呃在抑制PV之后也会有明显的一个增加 然后同样的操作我们也去看了光一传抑制VIP神经人 然后VIP神经人也是被很强的抑制了 然后呃视野里面的能VIP神经人有百分之四百分之十三是被显出的抑制 然后整体的统计PFV整体网络也是有被显出的抑制 呃至此我们确立了PV神经人对于MPFV网络整体的调控是有一个抑制性的作用 然后VIP神经人可能对PFV整体的网络是是有一个兴奋性的作用 然后我们想进一步探究PV神经人呃和VIP神经人对MPFV中特定 神经类群的一个影响 然后我们想到了因为之前的呃 盖程下我们只能区分PV和NonPV或VIP或和NonVIP 不能判断呃呃呃在那个NonPV NonPV和NonVIP里面 我们不能区分呃呃他是不是PV或者算我们或者一些呃是追体神经人 所以我们想进一步去看PV神经人和VIP神经人对于 追体神经人以及其他神经人的一个影响 然后我们想到之前布拉基实验是呃报导过的通过神经人的定电信号特征筛选 可以判断他们的一个所属神经妹群呃呃 我们可以看到呃 中国电生里记录 英特呃呃那种英特纽约他会有一个明显的呃 神经人电信号特征就是他们是一个Nino Spike的 然后呃PV神经人他的一个信号是一个Wire Spike 就是我们可以看那个呃电信号一个波宽 就是一般追体神经人是一个宽波的一个波形 然后呃 嗯 英特约网一般是一个短波的波形 然后之前徐翰我们知道一个徐翰老师也报道过 PV神经人一般是一个高频的发放 所以我们可以从Nino Spike里面找高频发放的神经人 他们一般就是呃PV神经人 然后我们呃去在PV AI三辆老鼠里面去激活PV神经人 然后看他PV的神其他神经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然后我们这是我们tag到的可以说tag到的一个PV神经人 它是一个比较窄拨的 然后光预传激活对于每个Pulse的光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响应 然后我们发现呃 激活PV神经人之后 PFC的几乎所有类型都有一个明显的抑制 特别是呃Wire Spike的追击型经人 百分之九十二都被抑制了 然后一些呃 其他神经人都有都有都被很强抑制 然后呃还还有一些呃Fast Biking Interneuron 是被呃有部分的被激活也有较多的被抑制 然后同样的操作我们也去激活VIP神经人 我们发现VIP神经人激活产生效应比较复杂 呃存在多种情况 有的是被一个直接的抑制 然后有也有的是先抑制后激活 还有一些是延迟激活 然后通过呃对于激活类型和发放特征 一个进行的量量比较 我们发现 在呃Wire Spike的P2神经人中 有较多的是延迟激活 而PV啊Fast Biking的Interneuron 就是Pupitive的PV神经人中 有较多的是抑制和先抑制后激活 然后我们又呃又进行了一个20赫兹5毫秒的呃光照Protocol 这是就是模拟我们行为操作的一个Protocol 我们发现这个Protocol 对于MPF整体网络的激活效应 比之前的1赫兹1毫秒呃强很多 有更多的神经人被激活了 通过通过跟1赫兹1毫秒的一个比较 我们发现Protocol 特别是Pr神经人的激活呃变得更加的显著 然后FSI FSI FSI Neuron也有更多的激活 但流量存在一定数量的抑制 然后尤其显著的是一个呃 non-change的 原来是有43%的一个no-change的一个神经人 然后通过20赫兹一个强的自己之后 只有23%的是呃no-change 然后总而言之 我们可以发现激活 在Pr神总神经人数目3%左右的VIP行经人 对PfA整体网络有一个显著的上调作用 然后我们强调了VIP对MPFA网络的调控 具有一个很强的调控作用 然后很有可能是通过抑制PV行经人 当然VIP的一个趋励质的作用 在呃早在13年 Adam K-Pack实验室就有报道过 他们当时也是发现 通过VIP行经人会有一个多种的反应类型 然后呃也有抑制的和一些deleactivation 他们当时就认为那些抑制的是interneural 然后延迟的激活的是Pr神经人 从而首次在invivo状态下证明了VIP的一个区域制的功能 然后呃但早些文章对于VIP对和VIP VIP和PUR的别作用是报道比较少的 然后但在17年的时候那个Tretemburg实验室呃在 光丽传激活Visual Cortex的VIP行经人时发现 有一部分PUR层间被抑制 然后也有一部分PUR层间被激活 然后提出了一个propush的一个机制 然后认为呃VIP行经人会抑制一部分PUR 激活另外一部分PUR 从而放大PUR的一个激活作用 再结合我们实验是刚才的电圣理机构结果 我们再次验证了VIP的一个区域制的机制 强调了PV神经元在借导VIP区域制中的一个重要作用 呃这里的话就总结一下我们认为呃VIP在MPF的一个整个Microfocus中 是类似呃是一个真正的VIP 就是我们看观察到VIP通过PV去抑制PUR 然后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调控作用 然后他对PUR呃也有一个抑制和去抑制 这样一个propush的一个机制 然后从而实现对MPF整体网络有一个非常精细的调控 所以我们认为VIP在于在皮层整个微环路的调控中 是一个真正的VIP就是一个谐音感 然后呃为什么VIP如此特殊 然后我们又对他进行了一个更深入的调研 然后通过文献查找发现 VIP神经元主要分布在皮层的一个Layer1和Layer23层 然后我们呃的光纤记录呃的位点确认图也可以显示 但是相较于PV神经元和具体神经元VIP神经元 也确是更多的是靠在皮层的浅层 然后皮层的浅层是呃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 然后其实我们查一些文件发现皮层的浅层是一个呃整合整合其他信息输入的一个关键层 嗯比如说在呃呃比如在在一些 的一个cortex呃一般秋脑的信息会传到皮层的Layer4 然后Layer4再到二三层二三层再到五六层 然后再往再往下面进行呃再再往下面进行一个行为输出 然后Layer1呢Layer1主要是呃呃其他皮层的呃呃Dangeride会投射到Layer1 然后Layer1再到二三层 然后对于整个皮层进行一个调控 所以呃呃总的来说就是皮层的二三层和一一层和二三层的皮层的浅层 对于PF对于皮层整个的信息调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然后也有文献报道就是VIP 因为VIP正好处于在皮层的浅层嘛 然后他们就认为VIP可能作为皮层的一个信息输入的一个门控开关 通过整合多种的神经调制 比如长长城投射 Local的一个投射还有一些neuromodulate的一个调制 从而调然后通过抑制SFP神经员和PV神经呃 去抑制PVR神经员从而调控整个皮层 我我找一下激光笔啊 从而调控整个皮层的一个信息的处理 然后但之前的一些报导 呃认为VIP神经员对于 主要作用对象都是SFP神经员 然后他们的突出连接的一个程度大概 VIP对于SFP大概是VIP对于PV的一个三三倍左右 然后在站在我们的范式里面 貌似主要是PV最早的区域质 然后VIP通过PV能产生很强的一个抑制效果吗 然后我们就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疑问 然后呃当然我们也没有完全排除一个SOM的一个影响 然后我们通过一些文件调查发现 呃之前的一些就是VIP主要作用于SFP强于PV的一些数据 都是基于一个invator电线里的数据 然后他们都是通过一个直语和G-style的一个杂交署 呃去看的 然后标记的可能不太完整 然后我们也发现呃有报导指出通过精细的一个亚细胞的两次定位 发现VIP神经员会较多的作用到PV神经的一个包体 然后同时而实现一个对PV神经的一个强有力的抑制 然后为了验证PV神经员如果受到VIP神经 神经员转战的抑制能否对整体网络产生一个明显的效应 因为我们前面看到呃VIP神经员对于PV神经员的抑制 其实可能呃只有几十毫秒的一个时间 然后我们为了模拟这样的一个效应 我们在呃在PVCREA老鼠上面注射了那个NPHR 一个抑制性的光明感通常蛋白 然后给了它一个十毫秒的一个光 然后去模拟模拟VIP对于PV的抑制 然后我们发现呃抑制短战的一个抑制PV神经员 对于PV神经员有也有百分之五十二的一个显出的一个激活 然后证明短战的抑制PV神经员足以对PV产生一个明显的一个去抑制的效果 然后这里我们就提出一个简单的工作模型来总结之前的一个呃结果 然后当我们小鼠面对一个社会竞争的时候 他首先会识别对手的信息 然后信息传到NPFV 先到NPFV的VIP型经员 当小鼠呃当是一个面对的一个低等级老鼠的时候 VIP型经员先发放 然后通过抑制PV神经员 然后去抑制追体神经员 追体神经员的兴奋 导致小鼠表现出更多的追体行为 然后让小鼠最终获得了一个胜利 呃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VIP神经员通过抑制PV神经员 呃去抑制PV神经员引起小鼠呃 更多的一个dominance behavior 就是老鼠表现出更多的迫序的时候 那为什么呃我们之前的光纤记录结果PV神经员在push的时候也是上升的呢 然后呃然后我们就猜测 因为我们前面说到PV神经员被VIP的抑制是一个非常转战的 然后可能因为盖信号的变化也是比较缓慢的 所以我们在想会不会是因为盖信号的一个呃反应比较慢所以没有观察到 所以为此我们做了一个uptaggingPV神经员 然后通过invirecording记录他们在tube test中的一个PV神经的反应 然后我们发现呃不管是PV神经员和PV神经员 其实在tube test的呃中都有一个抑制性 呃我们这边是统计了一个push时候PV神经员的一个反应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些都是nau spag的PV 然后有些神经员是被激活也有神经员被抑制 然后同样的呃virecording的PV神经员也是一样 有有部分激活有部分抑制 然后我们再对那些呃显著变化的神经类群进行一个 他们对于他们显著变化的时间点 时间点进行一个分析我们发现 在push的时候PV被抑制的呃pv抑制的那群神经元的呃 呃时间点显著于显著提前于PYR激活和PV激活的那群神经元 然后呃lnn是我们呃在同一个电极同时记录到的两群神经元 我们可以看到呃比如说这L这个这个神经元就是PV神经元先抑制 然后再是呃旁边的一个PUR神经元在激活 然后这这颗M神经元是显示PV神经元和PUR神经元同时激活 然后我们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呃说明PV神经元确实是在push的时候会有被抑制 然后可能是因为呃呃光纯记录的一个时间精度的问题 所以我们之前没有观察到然后我们呃根据以上几个我们就可以得出 VIP神经元通过抑制PV神经元然后去抑制PUR神经元 从而调控了呃整个呃Social Dominance的一个behavior 然后呃这里PV神经元和PUR呃不是PV神经元的激活和PUR神经元的激活 几乎是同时然后我们也猜测是不是呃呃是不是因为PUR神经元的过度激活 呃呃会呃会呃会影响整个网维的ERBIANCE 所以也需要PV神经元的激活 然后维持整个网维的ERBIANCE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光纯记录的时候看到PV在push的时候也是一个上升 然后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前面的呃呃所有的一个结果 呃我们当小鼠面对一个直接的一个社会竞争的时候 首先会呃呃识别一个对手的信息它是高等级还是低等级 然后当低等级当面对了一个低等级属的时候呃呃 信息传到NPFC先作用到VIP神经元 VIP神经元会趋力至PV神经元 从而对PUR神经元呃呃有一个趋力的作用 然后PUR神经元激活之后会让小鼠表现出更多的呃 迫去等自己应对行为 然后这时候PUR神经元的激活也会呃激活PV神经元 所以我们就是之前在呃关键记录的时候看到PV神经元也是激活的 然后最后PV神经元激活后呃会抑制周围的其他神经元 从而使整个网络回到一个平衡状态 当小鼠面对一个高等级的小鼠的时候 对对对然后就是下面就是面对低等级的时候 我们认为那个呃当那个对面高等级的属的对手的信息 会想到PFV同样那个信息会抑制PFV中的PV神经元 好像可能也会呃会激活PFV中的PV神经元 同时会抑制PFV中的VIP神经元 抑制自身然后从而使整个网络回到一个呃稳态一个状态 然后这是一个相当一个简化 然后总结我们之前所有的一个行为结果 然后最后还讲一下我的致谢吧 然后感谢我和导师胡爱然教授的一个指导 然后还有我的一些合作者 然后其中朱虹师姐是呃这个课题呃前是这个课题的奠基者吧 他在前期做出很多的一个探索 然后尼哲一是我们实验室的Metalab大神 然后做了其中很多数据处理的工作 然后星秋虹是我们实验室的Invator Recording大师 然后我们的不少电极都是他自己亲手做的 还有润荣和陈老师团队开发的卫星双方子 然后为我们呃为我们这个课题可能也为现在为整个神经科研圈 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然后最后还感谢一下呃对我 有过指导和帮助的一些同学和老师 然后最后呃我就停到这里 然后大家可以开始提问吧 我们可以去查一下 我们可以去查一下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还可以其实 Quindi